7月24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,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黄国平大管认为,从金融脱媒,提高融资效率,降低融资成本看,P2P借贷模式是最先进的金融业务模式,代表着金融业未来发展方向。 黄国平所说的金融脱媒,是指在金融管制下,基金供给直接供给需求方,融资者,绕开商业银行体系,完成资金体外循环,因此又叫金融非中介化。 黄国平在上述文章中表示,由于历史、体制以及征信体系不完备等原因,加之我国普通居民和中小微企业本身所具有的风险特征,使得他们在传统金融体系下的融资困境始终难以缓解,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难题。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近年来了已经获得政策层的极大关注,自2013年以来,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,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,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强化小微企业融资服务。 在一系列的政策引导之下,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加大对实体经济,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,帮助其降低融资成本。 不过,博斯数据发布的一份小微企业调查报告显示,54.9%的小微企业认为银行的放款时间较慢,不能满足他们急促的贷款需求,从而对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。 尤其是为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。 针对近期P2P行业复杂的局面,黄国平表示,较大面积的暴雷和跑路事件是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, 护金网单行业从野蛮无许到规范有序自身进化发展的必经过程, 但在客观上严重地打击了护金网单行业整体信心。 此外,黄国平还在文中呼吁监管部门,要尽快出台,促进行业重拾信心的一篮子方案。 科学制定符合我国互联网金融和网单行业,发展现状的监管框架和体系, 支持和鼓励与当地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重组, 转型为盲络借贷银行,纳入到银行监管范畴,对业务范围覆盖全国的行业头部平台。 采取地线思维模式,在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条件下, 基于平台耐心和容忍,允许他们试错, 为中国金融科技、互联网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, 踏出一条全新发展之路。 黄国平在文目表示, 我国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行业,当前发展有所放缓, 但从促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,和代表金融业未来发展方向看, 尽管道路可能是曲折的,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